開始 喔好 嗨大家好 我是小先生小艾娜 這一次我們就來到唐鳳正尾辦公室 跟唐鳳進行情意之旅 因為我們之前都是工程師 就想說以這個科技背景 然後進入這部比試裡面 聊聊一些情路比試 那首先第一題我想聊就是說 像我現在 就是剛從工程師的身份轉換成 就是開始在選舉 然後一邊選一邊寫程式 那我想之後漸漸進入議會之後 可能就會程式寫的比較少 就是 那我想問唐鳳是不是現在還在 還有在寫程式嗎 是不是有那種懷念 如果沒愛惜的話是 是懷念工程師的不值嗎 我每天都還是有在寫程式 因為我們工作裡面其實有一些比較容易的工作 就是需要手工重複一直做的工作 那舉例來講 大家可能知道我在開會都會有竹字稿 那竹字稿有些時候 我們會會後有些朋友補充一些很長的網址 那這些網址要怎麼補到竹字稿裡面 那我們就可能用一個叫Mockdown 這樣一個語法 那所以說幫這個竹字稿的網頁的程式 叫Etherpat 它在公布到Sayed的時候 怎麼支援這個Mockdown的語法等等 我這兩天就來寫這種 所以你還是親自 離不直目聊 對 因為其實 就像我回Email 也常常都是自己回 因為我要口述 它在打字 還不如我打字比較快 那請問你們團隊裡面 大概組成是有多少次公分 對 我們大概22位左右全職 每年大概40位左右的 Intern 我們二十幾位全職裡面 大概有七、八位左右朋友都有程式設計的能力 另外還有三、四位設計背景的朋友 對 是非常振動堅強的事 像是一個新創公司一樣 這就是一個新創團隊 對 非常厲害 是 那我們就轉換步調來聊一聊 所謂開放政府 大二炸彈龍正會 就是在我們中央競爭院進行 開放政府的推動 我們之後的業務 那我就是閱讀 你的一些報導的時候 有聽到就是你的風格 是所謂的這個Concept 就是保守性的 在那期 在那期 對對對 而且你不喜歡下指指令 那你喜歡就是讓公務人員透過 您的不斷示範 接觸到所謂開放政府的概念 就是我不做財事 我不做財事 那其實在這個風格上 也受到很多的就是 不說批評 或者是就是不同意見 因為大家以前沒有看過 對 那你覺得像 其實開放政府這個概念 是對於很多公務人員 或者政務官來說 是非常麻煩 非常就是覺得 看不見這個效益在哪裡 那 那你如果不做財事的話 你認為 光是從文化上去改變 就是 這個成效 會不會不夠大 對 因為應該這樣講 好比像說 我們去年五月的時候 就也有一位設計師 叫卓智元 他提案說 包水軟體難用到爆炸 那 當時我如果 就才是 那一方面財政部 不是我讀到的 那二方面是說 其實當時沒有人知道 到底MAC的使用者 為什麼覺得 現在包水軟體不好用 沒有人真的在 開這個標案以前 真的去問過MAC的使用者 還有Linux的使用者說 到底他們希望 保水軟體是 什麼樣子的 所以意思是說 我如果在當時 就財事了 或者我想辦法 讓財政部長做一個財事了 我們是在幾乎沒有任何 可以用的資訊的情況下 我們就是完全 我們就要拍腦袋 就做出財事 那樣做出來的東西 往往到最後 它符合的需求 就是跟我們訓練背景 像的人的需求 那跟我們訓練背景不像的人 好比像說 我用電腦用得非常習慣 我覺得用這個打字也沒什麼等等 但是很多朋友會覺得說 如果你是能夠在平板上也可以使用 如果你能用觸控的介面使用 那是更方便的 所以我們如果在一開始 讓使用者的聲音進來 不要那麼急著去做財事的話 往往我們會發現說 不管是公務人員也好 或者廠商也好 都發現說 大家建議出來的這些解決方案 最後是節省大家的時間跟成本 所以以前大家聽到開放者 感覺都是說 我會增加時間跟成本 我會加班 我會聽到上千個意見 裡面可能只有三個有價值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沒有人想做 那我們現在在開發的 這樣一套系統 就是說 你這一千個意見收進來 是讓這一千位朋友 自己彼此互相投票 到最後 大家覺得 最有道理的意見 慢慢浮上來 那你就是請這些 很有道理的朋友 直接進廚房 他可能罵得很兇 但是他進來之後 等於做志工啊 等於幫你做出設計啊 那規劃之後 如果這些 當時吵得最兇的朋友們 都滿意 那這個時候 也不需要做財事嘛 這個東西 自然就是一個 比較好的方案 所以像今年我們的報學軟體 在麥根Linux 滿意度 好像只有96 97% 所以 雖然在這問題上 聽起來就是你在做 你之所以不做財事 是因為想要讓 比如說使用者 一件進來 然後讓一個 閃開讓專業的來 對對對 正確 然後讓一個 解決方案 自然而然形成這樣 沒錯 可是有的時候呢 總會遇到一些 就是半腳石 或者是一些公務體系的人 他們就是因為可能 一些固往的習慣 在那邊 就是不願改 或者是一些 政務官覺得胎貓風險 或者是既有利益 這個時候總是需要 上面有人 然後說我就是想這樣幹 那 市政下面的人 才會跟著執行下去 可是聽說 您在這個時候 也是不願意接行 應該是說 我們分三個怎麼起嗎 剛剛講的是 你是費力 還是省力 這個我們處理了 那第二個是說 單負風險 就是說如果這個 創新的做法 他失敗了 那這樣子的話 到底誰要負責 那尤其是民間 會覺得說 你用的是我們 納稅員的錢 你做出來的東西 這個如果最後失敗了 雖然大家都有所學習 但是總有人 是不是因此要辭個職啊 什麼的 對這種事 非常常見的嘛 對那我的做法 就是說 我把整個過程 都是透明的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說 當初提出這些 好的意見的公務員也好 民間朋友也好 大家都有credit 因為在以前 如果做得好啊 那是政務官在收割的 中間這些出意見的事務官 是沒有什麼credit 但是現在因為 過程都公開了 所以呢 大家就會發現說 當年提出這個連署案的 好比像說卓志遠 或當年第一個 跑去回應他的 好比像說楊金亨 這些人現在都是國際知名啊 因為我們到國際上都講啊 所以他們呢 風險不但沒有 而且credit增加了 那如果最後做錯了 那都是他們做 所以我存在的目的 其實是吸收風險 就是說大家就會發現說 如果有人做得不好 出來道歉 我一定出來道歉 如果做得不好說 我們下次改進 我一定下來說 大家下次改進 所以我從很多方面來講 對公務員來講 好像就是說 在他們做創新的時候 我可以讓他們的創新變成 他們有credit 而沒有風險 而以前是相反的 以前他們如果做不好 就被弱搜啊 就有風險 他們做不好 有風險 做得好又沒有credit 那這樣的話誰要做 那所以這幾年以來 推動這個 已經有漸漸看到的成效 就是在公務員的文化上面 是 至少他們比較敢冒險 比較敢創新 那可以講 對 令人非常的振奮 是 那我們就是轉換 就是討論說 現在開放政府 裡面有幾個平台 像是有Peters Join 然後In台灣 然後在台北 有iVoting等等 是的 那想請教你就是 這幾個平台的 你不是說優劣 就是說 相識之處 然後 怎麼互相接近 或者什麼 對 Join平台其實 是一個一戰式的平台 我們盡可能的 把所有大家在線上 讓所有人能夠參與的公民議題 都放在Join平台上 Join平台現在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裡面 大概已經有五百萬人左右 在使用 所以使用率是非常高的 那大部分人去用 當然是那個連署的部分 五千人就可以要政府出來 這個交代 那如果是跨部會的的話 我們有一個協作會議 的這樣一個概念 那當然其實除了這個之外 同樣重要的 有一個叫做來監督 就是所有的政府 用納稅員的預算 編的這種一年期 五年期 八年期的這些計畫 每季 或甚至每個月 做了多少事情 開了多少標案 開了多少研究案 每一項這個預算 不但有視覺化 而且每一個小部分 都變成一個討論版 這個呢 其實是當年 據令幣2012年 在我加入之前 的第一個案子 叫做中央政府 總預算視覺化 就是在做這個 那所以當時也是 每一個部分 有一個討論版 但是這個討論版呢 雖然大家都可以聊了 但是公務員 是不會上來回的 那現在呢 我們在Join平台 做一個一模一樣的 一個復刻版 向他致敬 那但是呢 這個時候你上來的時候 公務員就會回你 所以可以說當年的這個分支嘛 現在我們合併回了政府裡面 那其他像監察院的審計部 也在這個上面去調查大家 對於行政部門的 創新做法的疑慮 他再把疑慮收集起來 讓我們去回答 那最後 Join上面當然也有 法律法規的預告 那以及我們所有的地方政府 只要願意加盟 包含您剛剛講iVoting 它的連署部分 也可以在Join上做 那參與式預算 當然可以在Join上做 甚至像V台灣的一些討論 到最後變成法規 或者法案預告的時候 還是會在Join上做 所以Join它等於是一個 最基本的一個資料庫 大家都可以運用Join 所以Join就有點像是 之前美國白宮有個連署 你說We The People 對 那它有點像We The People 再加上Regulation.gov 就是法規命令預告 那預算視覺化 其實美國聯邦沒有 所以其實我們很多 做的是比較前面的 了解 那換個角度來看 就是其實 我們在開放政府界裡面 有一個Term就是 Oven Washington 沒錯 對 它就是說開放的事情 就是說政府 就是說做一些開放的事情 實際上 就開了公聽會 大家給了一些意見 這些意見到最後跑到哪裡 也不知道 對 那請問就是唐正文 有什麼 就是 心得在上面說 怎麼樣 就是避免掉 有這個Oven Washington 一些指控 就是說怎麼樣 就是做到確實 確實 資料開放出來 確實可以 它有達到它的效果 然後 就是這些 對 就是說 Oven Washington 一些指控 請問要怎樣 對 我想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現在 從民間提出 Oven Washington 這個詞其實最早 確實是開放資料界 提出來的 當時他們指的是說 有一些資料 你看得到 可是你用不到 也就是說 它是公開的 但是呢 當你想要利用的時候 國家就告你 對 對對 這是最早 Oven Washington這個詞 提出來的時候 就是說 你感覺上 你說是Open Data 可是呢 它不符合 我們叫做Open License 因為一個Open License 理論上 你除了要可以看之外 你還要可以轉變格式 還要可以改作 改作之後 還要可以重新傳播 這就跟我們Open Source 是一樣的道理 那如果一個國家 它號稱它做Open Data 但是事實上 它就是一堆PDF 然後呢 你也不能改作 改作了它還告你 這個在當年 就叫Open Wash 這個是透明這一部分 那這一部分 我敢說台灣是做得非常好的 就是說我們早就已經過了那個 就是Read Only的那個階段 我們現在只要是 政府諮詢公開的話 不管是要主動公開 或者是被動詢問的時候 只要不涉及隱私啊 逆稿階段啊 這個公開 這個我們基本上都是用 叫做政府開放授權 1.0版 這個就是國際上 叫做創用CEC的這個 顯明授權嘛 以CEC By 相容的一個授權 去把它做出來 那以前社群朋友罵的最兇的 大概不外乎 故宮跟文化部 這兩個 就是他們用的授權 號稱開放 可是並不是真的跟CEC授權相容 那不過呢 這個在GDM News 有一篇大長篇嘛 就在講故宮到底最後怎麼 這個迷途知犯嘛 對對對 那所以我想故宮這個故事是非常好的 那文化部同時也在我們 就是 好比說說國家記憶庫 或者是其他這些 主要就是政部長上來之後 在一些開放資料上面 也重新回到 用跟CEC相容的授權 所以大概兩年多前 社群朋友對 open data授權這方面的open washing 的這個指控 那我們敢說大概到今年 大概都已經完全回應了 對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在巴黎 在OGP的時候 有人提出了參與這方面的open washing 就是說我把大家意見收攏來了 但是我其實有個底盤 這個底盤我已經想好了 所以不管大家講什麼 對對對 不管大家講什麼 這個我最後還是打張牌 那這件事情其實就是要看 這個政策到了什麼階段 如果這個政策它其實已經到了 可行性分析都已經做完了 都已經準備這個院長要裁設了 那我們說 我們現在辦個宮廷會 這個大家來摸摸頭啊 那這個確實是會受到批評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協作會議 我們盡可能去挑部會 都還不知道該怎麼做的 像當年財政部 根本不知道 Mac or Linux 應該怎麼做一個 讓它舒服的系統 或者是說 像我們就在今天 就在討論說 這個偏鄉啊 他們要去做居家診室啊 目前醫生要背 4公斤的設備嘛 到底要怎麼樣 讓這個設備輕量化 這個大家也沒有一個定件 這種大家真的沒有定件 那等於我手上沒有底牌嘛 那這個時候才不會變成Open Washington 所以我們把討論階段 往前移動 就是在避免Open Washington 一個具體的回應 然後這裡 謝謝 那我們回到就是 地方政府做的開放政府的努力 因為其實過去這幾年 柯市長在台北市政府 進行了一連串開放政府的措施 就是不管是iVoting啊 或是居住首長 就是公開海選 或者是政府標案 都會公開資料上網 有參與式預算嗎 對參與式預算 對 那跟中央做的好像比較不太一樣 那就是說 兩邊怎麼互相參考 互相接近的地方 對其實地方做參與式預算 是很有優勢的 你說中央政府總預算 現在要做參與式預算 那這樣子 我們就必須要把這個總體政策 對於台灣每一個地方的效益 都要讓每一個人能夠好像感同身受一樣 去感覺到說 我現在在新竹 我要感覺到台東的某件事情的效益 你才能做中央的參與式預算 這個技術非常困難 所以我覺得你規模越小 做參與式預算就越容易 所以這個我想就是 透過各地的參與式預算 我們慢慢去整合 大家參與式預算裡面好的部分 這就是為什麼Join平台的參與式預算模組 這麼重要 因為這就會讓各個不同的地方現實 它不用自己建立平台 你如果自己建立的話 你同一個提案 在每個不同地方的生命週期 它資料格式也不一樣 它的週期裡面累積的這個 紀錄也不一樣 這個時候你很難去做直化 或者量化的比較 但是如果大家都來用 Join平台的參與式預算模組 那這樣一個好的概念 它在這邊也許被封殺了 大家覺得不是好主義 但它就可以跑去另外一個縣市 在那邊先做出來 所以我覺得我們中央在這裡 就是一個連接器的一個角色 我們提供一個共通的平台 讓大家的參與式預算在這邊 可以互相接近互相學習 所以我覺得中央跟地方 各有各的角色 那地方有一個前瞻的想法 先試點 那我們中央把這個東西 變成一個共用的平台 別的縣市就不用在此堅持 那我想點出一個像是台北市政府做的 像是招標案 就是資訊公開透明化 這點其實做的蠻不錯 但是中央能不能也是進行一樣的 當然 我們目前在那個 有一個叫做 蘇維福家創新經濟的一個委員會 那也有朋友在上面提說 我們就是工程會 主要是工程會這邊的一個招標的資料 那其實呢 就在工程會還在研你的時候 據理名的社群 就有一位叫做 羅尼旺的一位朋友 他自己寫了一個爬充城市 就已經把這個工程會招標網的資料 全部爬下來 放在Github上面 然後這個大家現在都可以全文檢索了 不過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跟我以前在入閣前 做蒙點這個城市的時候 也是一樣的 我們也是一群人 去爬了教育部的 國語字典的資料 科語字典的資料 台語字典的資料等等 我們自己整合 做一個漂亮的網站 我覺得這非常有幫助 為什麼呢 因為對於公務員來講 整合之後的效益 他要看到才知道 他如果不看到的話 你憑空想像 他是想像不出來的 但是呢 因為跨部會的關係 誰也不想當那個 第一個去掛鈴鐺的那個忙 因為我現在說 A部會說 BCD的資料我要整合 明天交給我 為什麼BCD要理你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有民間的朋友 先像Roni Wang 或像我們當年 去做這樣一個示範 讓大家知道說 資料整合在一起 真的對大家有效益 有好處 這個時候呢 政務官他們的次長 或者部長看了 發現真的很不錯 這個時候 承辦就比較容易了 因為不同部位的承辦 他可以因為 同樣一個政策目標 然後就把這個API 就是我們好像 插座插頭一樣嘛 各自做做好 那做完之後 我們後端就可以整合 後端整合之後 前端就有一致的體驗 所以呢 也不瞞大家說 我其實就是拿Roni做的那個界面 然後我們就回去 這個分享 分享說 你看人家做的這個 你看很有效益啊 很棒啊 很好用啊 那所以以我的理解 目前工程會正在炒 把它炒向 可能不一定是完全開放授權的資料 可能還是要有一些限制 好比像說 做非商業使用 或做學術使用等等 這些會有一定的限制之後 但是目前是超開放的方式 在研究 是 那另外一個就是 台北政府可以參考 中央的地方 就是像您現在在推的 開放政府聯絡人 是 對 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沒有問題 開放政府聯絡人 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在每個部會 都有一群人 這群人呢 他們基本上都是常任文官 意思就是說 部長換了 他們還留在這邊 他們也不是約聘 所以這個一直都會升上去 他們基本上就不會離開行政體系 那這群朋友就像媒體聯絡人 是聯絡媒體 國會聯絡人 是聯絡議員或立委一樣 這些朋友們 他們聯絡的呢 就是往內 就是往各個三四級機關 去聯絡他們的新聞傳播 他們的資料 他們的政策研理等等 這些業務機關 往橫向 就是每個部會 碰到跨部會的案子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找同樣的一群人 我們有個虛擬的一個團隊 那因為如果有玩過一個叫做 信任的演化 這這樣一個遊戲的話 就是我幫忙翻譯的一個遊戲的話 應該可以知道說 如果我跟你只有 一兩次見面 那其實有事情下來 我一定都盡量往你推 對這就跟這個 有時候觀光客 有時候就是買東西比較貴 是一樣的道理 因為你下次大概就不會再碰到了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 有一群這樣穩定的聯絡人 所以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每一次就是碰到同一批人 所以這樣碰到跨部會的案子 他們就比較不會推 然後加上我們又有一個 特殊的條款說 如果A覺得B才應該主責 B覺得C C覺得A 那對不起大家都是主責 然後就要一起來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等於是在政府裡面 不是一條邊 他們不是聽我指揮 他們是彼此橫向連接 所以他們對內去聯絡業務機關 旁邊彼此連接 然後對外碰到這種有聯署案 或者這種不特定的利益關係 出現的時候 他們還可以及時上網 或者是到當地去做回應 所以是這樣子一種 有點全能型的 這樣子一種專門去做 開放政府的聯絡的朋友 那也是因為太全能了 所以大概在部會裡面 也不可能只有一個人 所以我們目前看到 就是說大一點的部會 都是三四個人一起擔任PO的 那一些更大一點的部會 他們甚至三四級機關 現在也都有PO 了解 那剛剛是說的是 什麼台北市政府 能不能參考這樣的模式 也是做的 我們其實近期之內 我們會去台南市政府 分享這樣一套制度 那在此之前 我們PO聯絡的這套技術 就是Sansom的這個 資訊技術 或者Rocket Chat 這種聊天室啊 看板等等技術 我們其實已經跟台北市 資訊局有辦過教育訓練 對 所以還有台中的智慧城市的委員會 我們也去進行過分享 所以我想這個概念 我想大概現在慢慢就開始有了 那至於實際他們 研考體系 或者是資訊體系 怎麼樣子去把這個要點 把它內部化 那我想這個屬於地方自治 我目前都還不確定這個進度 對 所以聽起來就是很有機會 在不久將來 地方的政府裡面 應該有一種 開放政府裡面 如果有的話 我想我們一定全力支援 是的 那如果有機會 進入實際的話 我想會不會去推廣這個概念 那我們就是換個跑道 來討論一下比特幣 因為最近推出了一個 比特幣小額目盤的平台 那就想說 利用這個所謂 這個加密貨幣這種 公開這個可追尋的這種 這種性質 然後來做一個所謂的開放政治現金的一個實驗 那請問就是 聽說您在這個 之前在做為這個蘋果公司的顧問的時候 曾經就是說 一個小時就可以得到一塊比特幣 沒錯 那就是說 那請問在這上面 你想說以比特幣做為政治現金的一個方法 不過當然 不管蘋果也好 牛津大學也好 或者一些網路上的一些 給我案子做的朋友也好 他們都說他們的账務系統 當時都無法處理比特幣 因為那個非常非常早 對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其實那個比特幣 wallet 那個賬戶 沒有人真的會進來錢過 真的嗎 大家都是以當時兌換的那個 幻英棒 完美金 然後直接給我 就是可能 在當時我是想要推廣這個概念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大家慢慢了解這個概念 不過後來我入閣了 所以我就把我的 private key 丟掉了 所以 不然大家說洗牆 所以 現在就是 如果有 您在這個競選過程裡面 去做這樣一個折性的一個實驗 我覺得蠻好 不過所以小額是 多講 小額大概就是一萬塊台幣以下 因為自己匿名捐款的性質 對 因為監察員說這個 其實這個 每一個錢包背後的所有者 是不是 因為只有 五國國企業的人 才可以做這個限制捐款 對 所以為了避免就是 有外國國企業的人來捐款 我們就採取匿名捐款的方式 所以就是一萬塊以下 所以這種小額的捐款的話 就是利用這種加密貨幣的這種特質 我覺得這個還蠻有開創性的 那 前幾天就是有一個朋友做一個 第一個捐款之後 就變成台灣選舉史上第一個捐比特幣 就是蠻有趣的 所以他是捐了 然後拍個照 然後給你 他是捐了之後 然後把那個 傳承員的那個網址 記錄網址 但是對於社群網路是實 對對對 目前是這樣 因為GENDER人其實也不多 是是是 那對 那另外就是想跟 成為討論一下 就是 比如說你現在在推這個 所謂虛擬健保卡 這個事情 那想說 這也是在JOIN平台上面 連署 不是連署 是我們JOIN平台上有一個叫 中開獎 就是說 法規命令 他預告大概都是60天 那60天之內 大家都可以表示意見 就像我剛剛說的 大家會覺得 這說不定 你已經 有一個草案了嘛 所以60天大家的意見 除非是大家一起踩煞車那種 像當年的育兒白寶箱啊 那那個有點勇 就是大家一起踩煞車 最後就不做了 但是 除此之外 如果沒有辦法做到這種 就是大家一起踩煞車 大家都會覺得說 你有草案了 那這樣子我還提出意見 除非是我真的是很專業 我看到一些漏洞 或者我看到一些更好的部分 那這個時候會來提意見 但是除此之外 有草案大家可能看一看 就過去了嘛 對不對 所以像健保卡這個案子 我們是把它移到更前面 我們不是說60天前 我們可能是半年的時間 就是用來讓大家來表示意見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不會有一種好像已經有復案的這個情況 那但是確實就是說 在我在這裡面的角色 其實只是協助討論 最後要定案 這個還是要回到衛福部 但是衛福部也知道說 有很多醫生跟他們反應 好比像說現在要去偏鄉 然後偏鄉如果 他那邊網路連線不是很穩定 他要做一個居家的一個診療嘛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醫生要背4公斤的裝備 就是一台筆記型電腦 他要配一張讀卡機 這個讀卡機要配一個無線網卡 無線網卡要透過VPN嘛 所以你還有一個3G 4G的SIM卡 那這個SIM卡這一整包 端到那邊之後 那那個要接受居家診療的朋友 他要先拿出他的健保卡 然後呢去跟醫師人員這個過卡嘛 過卡他要等一長段時間 這些連線呢 可能中間網路又斷了 你要重連 那等了很久之後 他才能夠開始居家診療做醫師 才能夠開始做這件事 所以第一個 他背的這個4公斤真的蠻重的 以及第二個 要等待的時間真的蠻久的 所以像我們今天的這次第二場協作會議 就是有一組的人 在集思廣義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減低他杯的重量 還有降低他讀取的時間 但是這個不是說今天什麼拍板定案 我們就是擬出一些可行方案 所以如果是虛擬的健保卡 那在偏向這個案例來講 是怎麼樣進行的 對 那我們今天有拋出很多可能性 有一個可能性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其實從偏向的診療來講 他是預約職 所以呢這個個案 他應該知道說 我今天就是有某某醫生 他會來這邊 他已經打電話聯絡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確實是可以這樣 就是說他打電話到某一個免費的專線 那這個專線也是用語音的方式 他去詢問說 您的健保的號碼 那他就輸入他的健保卡號碼 那接下來呢 他的語音就說 是不是某某某醫生 這個要來預約明天或後天跟您看診 那如果有的話請按1 他就按1 然後呢 那接下來他說 這位醫師他之前 可能上次來的時候 可能有給過你一個 一串編碼 一個Token 那請您輸入這個六位的這個碼 那如果他不知道的話 他也許先打個電話去診所 問到那個六位的那個碼 假設 那他就輸入 那就這三個 那輸入完之後 這樣等於完成一個授權 完成授權之後 這個醫師他就可以去 在他來以前 就先可能就只用一個平板 就去下載所有這些相關的資料 到這個平板裡 甚至這個平板也不需要網路連線 因為他在看診的過程裡 他不需要上網嘛 所以他就拿著平板 然後呢就去看診 看診完之後呢 他就是驗證那個人嘛 驗證完之後 他也許就是開一些廚房 那當場也許也不會給藥 那所以他是回來 他回到診所之後 他會用他的醫生人員憑證 配上這樣子的一個載具 他把他這個看診紀錄 上傳到衛福部的雲端上面 那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這位朋友 他的健保卡 到底是IC介面 還是感應介面 可能沒有那麼重要 可能是這整個授權的機制 的安全性 才是重要的 對啊 因為之前我在美國 是有參與所謂的 就是醫療 醫療新創公司 對 那我們就是要遵循所謂 對美國的法規就是DIVA 沒錯 就是Health Information 就是他們健康的這些 資訊怎麼樣可以被保密 因為存在雲端上 有很多很多的 沒錯 的加密啊 那我們是不是 在我法規這一塊 其實還沒有到那個程度的時候 如果推去你肩膀膏 是不是有自然的疑慮 我們其實有個人資訊的保護法 那裡面特別是關於醫療 這個是就是敏感的這個個字 所以我們今天的協作會議 並不是只是技術人 我們也有法規的專家 各資法的專家 關心台灣的人權的朋友們等等 也都在現場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法律的專家 所以就是說 不管是人權方面的 您剛剛講的資安方面的 或者是說成本方面的專家 今天在現場我們的討論架構是說 我們先讓技術專家 先天馬行空的去拋出各種可能的方案 然後呢這個都貼在白板上 也畫了一張流程圖之後 接下來呢我們再讓法律的 跟做這個成本的 就好像去喊停 就是說它會對裡面每一張便利貼 去喊咖 說這個違反各自法 這個違反憲法 這個違反什麼東西 所以呢我們可能畫出20條路 那到下半場的時候 可能裡面10條已經被砍掉了 所以我們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第一個確保說我們做的都是合法的 那二方面就是說 是在保障大家資訊安全的情況 又能夠節省成本的情況下 去做資訊 並不是盲目的去推 是很了解 好那我們再來討論一下就是 就是唐晃妮之前在這個參與 不管距離離還是更早期 這很有名的就是 有發明一段話就是 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資訊 先承認你就是沒有人 就是發明一套系統就是 怎麼樣對付網路上一些不太理性的 或者說可能鄉民們來的謾罵或者是 對 那譬如說你大家的系統一直流傳下去 變成今天所謂的距離瓶精神 那你跟我們講解一下所謂這一套 這個就是叫做光暈效應 就是說 因為其實距離瓶剛發起或寫宣言的時候 其實我根本沒有家人 所以其實呢 當年的這段話的演變 我可能就是幫忙推廣 但是其實不是我創的 那然後 而且如果要說是誰創的的話 因為這個就是 什麼不要問什麼 你能為國家做什麼 什麼國家能為你做什麼 什麼那個其實是另有 對對 是一個衍生作物啦 那所以中間可能 Epa啊 或者是這個CIO高他們啊 可能在這方面的貢獻比我多 那我做的事情大概就是 把它弄到人進戒指 這個可能有一些幫助 對 那我想這個後面的想法 非常的簡單 就是說 就是說在以前就是威權或戒嚴的時代 你如果想要看到公共政策 有什麼改變 你確實只能等政府做 因為民間如果自己做的話 那就沒有然後了 那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是一個 完全戒嚴的 一個民主化的時代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社會創新 社會創新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想要解決一些 共同社會問題 我們想出一些 以前政府都沒有想到的做法 然後呢我們來做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距離瓶的精神嘛 就是先承認自己是沒有人 但是社會創新以前也常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社會創新常常太先進 所以 法規呢 還沒有跟上 所以這個時候呢 政府好像一直是大家的 絆腳石的這個感覺 就你要一直去說服政府說 這個沒有違法 這個對大家好等等 所以我們到了今年 就是我們有一個 很具體的叫做 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這個明天應該就會在院會上 跟大家公佈 那我們的角色就不是說 我們跟解決社會問題的人去搶著解決社會問題 而是說 大家做出一個方式的時候 如果碰到困難 我們去幫大家解決困難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口號嘛 就是去幫解決社會問題的人解決問題 所以我覺得政府將退到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一方面它鼓勵民間的這個能量 比較不會有政府出來跟民間搶 那二方面如果政府自己做出一些東西來 我們盡量都要用開放授權 那這樣就拋磚引玉嘛 我們做了一個還不錯的報稅系統 而且呢它從封閉式的一個介面 現在變成web介面 那你也知道變成web介面了 如果有人要用什麼瀏覽器延伸插件啊 或者有一些朋友他用Windows模擬成Mac啊 還是什麼一些方法 他自己可以加東西上去 所以這是一種開放式的創新 那明天我們會有更完整的一個院會上的簡報 那最後我們想跟你們之前聊一聊教育這一塊 因為就是在閱讀林鄭聖平的故事的時候 就發現可能從小就是因為可能電視過高 就是在教育上就遇到一些困難 那我本身也是也是在高中求學階段 就選擇到美國求學人的集訓練書 那就是我想聊一聊在台灣的教育這一塊 覺得是不是太過一致性 就是對於小孩子就是一些創新的發展 就是不夠力這樣 是我想就是台灣的實驗教育 是亞洲裡面我想最通過發展的之一 我們在就是實驗教育三法通過現在修法完成之後 其實有非常多的朋友們選擇了 不管是在家自學 團體共學 機構辦學等等這一套路 那實驗教育這麼多年還下來 我們也發現說確實實驗教育常常就是 你要嘛就是有一定的經濟能力 要嘛你有一定的社會資本不一定是經濟能力 要嘛就是你有很強烈的信仰 這些朋友們會想要去做實驗教育 那實驗教育也不一定都非常成功 但是確實實驗教育累積這麼多年下來 讓我們看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說 他注重的是小孩的自發性 就是他想學什麼的時候 他學的就最快 他如果不想學什麼的時候 你要做的事情是你引發他的興趣 而不是透過什麼考試啊 人際之間的比較啊 這種有的沒的東西去強迫他學 那所以這個就是所謂自發的這個概念 然後以及不是大家互相比較 而是透過溝通達到共好這個 我們是納入了國民教育的一個新的課程綱藥 就是所謂的108課綱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審議的速度 這個就是運氣好的話啦 我們明年就可以把從實驗教育學到的這些 自發互動共好的精神 正式納入國民教育 這樣子的話 大家在國民教育跟實驗教育 就不是截然的兩個世界 而是說你在國民教育裡面 你也有選修的成分 你也有社區跟學校合辦的成分 不一定都要用社團 那實驗教育也可以來用學校的資源 學校也可以用實驗社團的資源 所以從明年開始 這是我們一個新的教育政策 那我想大考中心也準備好了 老師的功課同備課也準備好了 我們現在最需要就是家長的支持 好 那我希望就是在這上面的多家會公司 那我們今天就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 給我們解說這麼多 非常感謝 謝謝 謝謝 拜拜 謝謝 好 謝謝